有講到那個亞洲週刊 把蔡英文說成是 民選獨裁 民進黨很生氣 說怎麼可能會民選獨裁 然後蘇貞昌說 民選就不會獨裁 我跟各位講民選也會獨裁啦 希特勒就是民選獨裁 民選也是有問題 關鍵是你遵不遵守法治 跟有沒有制衡的力量 我想問各位一個問題 為什麼我們會有監察制度 為什麼會有這個設計 不就是因為害怕行政權獨大 行政權專斷 所以導致於說 必須要有另外一個權力來制衡嗎 所以剛剛梅姐一開始的時候 有講到那個亞洲週刊 把蔡英文說成是 民選獨裁 民進黨很生氣 說怎麼可能會民選獨裁 然後蘇貞昌說 民選就不會獨裁 我跟各位講民選也會獨裁啦 希特勒就是民選獨裁 民選也是有問題 關鍵是你遵不遵守法治 跟有沒有制衡的力量 假設我們現在現場有十個人 我們現在一起舉手表決 民選嘛 民主嘛 投票嘛 大家贊不贊成 因為黃偉翰最有錢 大家贊不贊成 把黃偉翰的薪水拿出來分一下 我相信大家都贊成 對不對 因為可以分他的錢嘛 你這個完全是共產制度嘛 民選啊 大家舉手喔 對不對 舉手啊 黃偉翰的錢拿出來 可以這樣子嗎 不行嘛 為什麼 因為民主還要搭配法治嘛 法治還有人權 我們不可以剝奪人家財產 我們也不可以侵害他的人權 所以關鍵是在於說 蔡英文你今天被民選出來之後 你有沒有手法嘛 還有我們現在的政府有沒有制衡的力量嘛 好 那我們先來看有沒有制衡的力量 總統很大 行政權很大 好 那民意機關是立法院 我們不要萊豬 我們七成不要萊豬 結果有人 民進黨的立委 反對萊豬 黨籍處分 結果大家不敢講話 好 全部贊成萊豬 通過 立法院現在都聽黨的 所以民意機關被閹割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還有監察委員 沒關係 監察委員很棒棒 他可以幫我們去制衡 監察院長原來現在是陳菊喔 蘇偉碩 去找陳菊求陳琴 陳菊跟他說 哎呀 你現在還可以自由行走 自由發言 你沒有什麼人權問題啊 我們還有另外一個監察委員 林溫成 不針對蔡英文 五年前馬英九有問題 我來找馬英九 拜託一下 現在的行政權 是蔡總統在掌權好不好 你有問題你找他 皇后他剛剛講的 你可以找那個統編的事情 還有行政院小編 利用上班時間 黨政不分做圖 去攻擊在野黨的問題啊 把行政院變成制圖中心 中央圖房 你為什麼不管 你為什麼在管 五年前的馬英九 所以這個監察院也廢了嘛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還有司法權可以保護我們 欸不對了 司法院 行政法院的院長 現在即將要變成蔡總統的親戚 我要講的是說 保健哥 行政法院 行政法院是要保護人民啦 當人民的權利受到行政機關的侵害的時候 要透過行政法院來救濟 就救濟到最後 到變成總統的親戚在當院長 好 還有 總統可以把大法官叫來罵一段 欸 你這沒幹好 你這沒幹好 好 那所以司法權基本上也廢了嘛 好 沒關係 沒關係 我們還有輿論的力量 只要人民輿論的展現 我們批評政府 他就會怕 好 你怕是不是 給你關掉 好 所以中間就被關了 所以沒有輿論了 沒有這個 沒有立法 沒有施法 沒有監察 沒有這些制衡力量 保健哥 那行政權不就越來越大嗎 不就越來越獨裁嗎 獨裁就是自己決定任何事情 不跟大家溝通嘛 有人絕食對不對 絕食是不是 好啊 你保重身體啊 不理你嘛 所以現在台灣就有這樣的氛圍 當然我知道很多民進黨會說 哎呀 如果獨裁的話 你們怎麼還可以在這邊高談擴論啊 你們還可以在批評政府 不是這樣子講嘛 那個有程度的差別嘛 現在你已經慢慢有獨裁的傾向 如果說我們社會沒有制衡的力量 好 那民進黨現在最厲害的攻擊是什麼呢 就是說 亞洲週刊這種刊物你們也信喔 他是這個大陸的紅媒啦 紅媒講的話 你怎麼可以信呢 這個叫做什麼你知道 保健哥 這個叫做 人身攻擊 這在邏輯上面是一種謬誤 我舉個例子喔 也是韋漢克的例子 韋漢克的他今天批評我頭髮掃對不對 然後我就回他 不是只有他批評 我們都批評啦 我們都看到啦 好 那 那我 那你知道好了 這是事實啊 這是事實對不對 事實對不對 可是你知道我會怎麼回應韋漢哥嗎 你怎麼回應 我說 欸 拜託 黃韋漢耶 你們有沒有去調查過 他從小到大 三歲偷看老奶奶洗澡 五歲的時候偷隔壁鄰居的內褲 這一種人 甩移話題 這一種人的話 會偷內褲 然後會偷看老奶奶洗澡的人講的話 你們相信嗎 所以這種邏輯沒有問題說 我講鬥臭他 我抹紅他 我抹黃他 我把他講成一個爛人 他講的話就沒有任何的參考價值 是 所以今天亞洲週刊 其實民進黨辯論方式就是這樣喔 唉 這種週刊不行 所以他講的就是錯的 可是 根據我剛剛的論述 不就是這樣嗎 所以監察院現在林文誠 他就做了一個充分的示範 蔡英文為什麼變獨裁 因為監委現在是他提名的 他扮藍不扮綠 扮馬不扮菜 他把五年前的馬英九拿來鞭師 但是眼前 蔡英文現在做的那些事情 行政院做的事情 完全看不到 這個就是我們現民進黨政府 走向獨裁的徵兆 大家好 我是主持人 號稱台灣的LVJ劉寶傑 大家好我是Claire Claire 到底今天有什麼 重大新聞要發生呢 什麼事呢 什麼事呢 就是我們亞紅TV的 小明星大會已經上 有些什麼該注意的跟大家講一下 大家記得要去YouTube 訂閱並且開啟小鈴鐺喔 開啟小鈴鐺 真的假的 真的 太好啦 好可惜 可以 你